朋友们大家我是王嘉尔Jackson 新的专辑 10月底就会面试 实际上面试吗 市面 就会出来了 恭喜王嘉尔 贺喜王嘉尔 Jackson个人首张数字专辑MIRRORS 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大概是因为太激动了 所以才会面试市面傻傻分不清楚吧 他一个不小心就激动出rap语速可还行 前方大能 找到自己 这是我的言存 这是我以后的一个风格了 我的标签 我的标签 我的宝宝 我的儿子女儿 露了一只脚出来 但还没露到那个脸 我好想 你快出来 现在要等到月底 现在要等到月底 嘉尔这是要逆天吧 更觉得是说到专辑封面的概念 老夫妻王嘉尔 竟然能一秒切换成金牌教师王老师 一边指着背景板 一边画重点的样子 分分钟梦回校园 这是我 这是八面镜子 然后八面镜子 在通过受苦的时候 我们团队就决定 红色代表痛苦 然后用这个代表着热血 什么的 就比较痛苦的一些状态 然后就受到苦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失落的时候 压力的时候 直摸的时候 产出不同八个 三个感觉 八个不同的感觉 心情这么澎湃 不光因为这是王嘉尔的首张个人专辑 还因为他为这张专辑付出了超多努力 最先出来的单曲MV中偶像包袱说丢就丢 拼才华不拼颜值 舞蹈练到炉火纯青说来就来 交粉丝也是小财一碟 优质偶像应该就是王嘉尔这样子 我觉得这次Bullet的号我跟导演有一个同样的思想 就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做的RAW一点粗糙粗糙一点 我拍的时候 为了符合这个角色 我连胡子都没有挂的 大概就是素颜了 头发是完全没有做的 如果说就是要 你现在跳这个舞的话 你觉得说应该怎样才能跳出来 那个心目的感觉 就是 就是那种吗 他吸我过来的时候 我就 那种 比如 然后 他拉我的时候 那些东西都是 有神的 然后我 第一个副歌 我有一个是这样 不过是新专辑如自己孩子的王嘉尔 居然在录制过程中产生了年龄危机 在线辟谣脱发传闻什么的 真正是一个25岁娱乐圈年轻前辈的倔强 现在25岁嘛 就25年里面 我也经历过不同的事 其实25岁现在又不是 就 你明白吗 又不算老 又不算年轻了 现在00后的这么多 就吓死人了 还有人问我 你戴毛线吗 是不是你没有掉头发了开始 什么鬼 我头发多的是呢 我还没两天三天替一次呢 多的太多了 还可以分出去 还可以去做假法 但是说到圈中好友和粉丝的爱 嘉尔还是那个乐天又开朗的嘉尔 被问专辑想送谁时 你们听听他这一长串不同的称呼 人缘是得有多好呀 那如果说这个新干极的话 要给你送三位签计的好友和粉丝的送钱 然后还有小白啊什么 小哥啊 重头戏再感谢粉丝环节 吹彩红屁就吹彩红屁 出口虫rap是觉得还有粉丝不知道你超强rapper的身份吗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因为你们陪我是从第一天开始认识我 然后就陪到我现在 也知道我经历过一些什么 我们一起度过的太多的事了 我也一两句就说不清了 我就非常感谢你 目前为止还跟我在一起 然后跟我一起去拼 然后跟我一起去make history 做出历史 好了话不多说 吹彩红先去再听一遍Bullet to the Heart 再期待月底王家2的完整新专辑